政治焦点我们来关注中共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其实16号早上就在北京来开幕 中共总书记呢习近平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坚持是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要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也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不过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发展趋势 其实就有学者赵全山他就分析 他说呢中国大陆在反毒方面一定会更硬 而且促统方面会更软 中共一定会把统一的问题摆在议程之上 虽然是没有时间表的 但是现状不可能会一直维持下去 摊牌的时间一定会越来越近 赵春山他就说了 其实当中共往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的时候 台湾问题就不可能一直在原地来踏步 中共会有所前进 所以现况也会来改变 他认为说对台湾来说2024年呢 不管是谁当选都要有所准备 不过对此我们来看到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在今天就接受访问 他说国军的任务就是备战 而中共从来没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国军呢也不能指望他们说放弃 难道他们说放弃我们就不备战吗 另外其实还有针对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之前接受外媒访问 对此其实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他也在脸书上面解读说 他们的谈话内容他认为是话中有话 是在说给那个人听的 也直言说这已经是交战等级的制裁手段 其实谢金河他也有强调说 两岸的情势真的是暗潮汹涌 美中角力处处有疾风 未来市场如果全在中国大陆的企业 是一定会越来越辛苦的